当过鱼的朋友们都知道 一旦渔民用了传说中千个鱼钩万米线的岩绳钓 那么无论怎样挣扎都难逃天罗地网 而这天罗地网的成本却往往低廉的可怕 用的鱼饵都是十块钱一大包的臭鱼肉 至于县祖那更是反复利用没几个钱 运气好的时候一趟挣个几万块是分分钟的事 偶尔运气不好也没什么 直接跳下去投胎就行了 非常方便 而今天这趟好巧不巧 眼看着就有点偏向后折了 连着十几沟要么空军要么挂地 总之连一个鱼影也没见着 正当哥们连城里开电子厂的表哥手机号 都快响起来了的时候 突然有大鱼上钩了 整船人都聚精会神地盯着水下的东京 好奇今天到底会迎来怎样的开门红呢 谁知三分钟后千呼万唤驶出来的 居然是一条撒了欢的大鲨鱼 在船边横冲直撞就是不老实 渔民遛的手都要麻了才把他制住 不过鲨鱼这玩意儿虽然看着不明觉厉 其实就实用价值而言没什么事实 渔民想了下就给放生了 也许是放生带来的好运气 收到下一钩的时候也没空军 又吊上一条圆圆扁扁的大家伙 好嘛这居然是一条大几斤的摇鱼 别看这东西长得挺抱歉 其实肉多骨头少 宝汤最好喝了 不过它尾巴上的毒刺却很难产 被扎一下可不是闹着玩的 为了节省时间 老哥还是决定放弃 就这样又连着几个空钩后 鱼线上再次传来一阵久违的拉力 让老哥不得不蹲下来拽线 这回会是个值钱货吗 只见一条大嘴怒张的家伙 从海里缓缓浮现 赫然是条不小的石斑鱼 这可是实打实的好货 老哥一个发力就把它提了起来 好嘛在水下看还不鲜 一点两才发现这家伙少说十斤 在国内至少能卖三四千 一下就把前面的损失全部填平了 而且还有的转 把老哥激动的腰也不酸了 手也不疼了 笑容也变得跟菊花一样灿烂 也许是这个开门红太小 下一钩也很快有了着落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发现是条不得了的大海蛮 这值钱货就是看着顺眼的 就连背上那两口咬痕 都显得格外有设计 乍一看还以为是个掉皮的甘蔗 这还没完 今天的渔情主打的就是一个峰回路转 不多时又迎来了一条巨大的石斑 虽然依然不咋老实 但总体还是让渔民手拿把掐的 这条鱼至少有十几斤了 别的不说 光这大嘴就可以把老哥的头吞进去 同时 它也是今天最值钱的一条鱼货 为了让它不憋死 老哥特意准备了一根长针扎进鱼肚里给它放弃 这才继续去回下一个目标 下一钩拉上的则又是条大石斑 看它不好了 老哥干脆开始船陪它溜 不一会就把大鱼干破坊了 一个快准狠就被老哥薅了上来 今天这鱼钓的可真叫一个痛快 虽然前期遭遇滑铁炉 但好在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接下来更是在半个小时内 接连钓上三条大蛮鱼 给我看的是眼花缭乱 最后 它们趁鱼儿还鲜活 收满一仓就赶紧拉到了十里八村最大的海鲜市场 最后总共换回了两万四千笔锁 能换算成多少人民币我们评论区间 还有这个小孩也太聪明了 新鲜的钓鱼它不吃 用小刀切断当鱼儿 随手挑出一截就往鱼钩上串 连着浮飘一起甩进大海里钓鱼 然后一眼眼不多看 转身就马不停蹄地去准备下一个钓足 可以看到这两个浮飘都被它抛得很远 有一个很快就剧烈地摇晃起来了 这说明已经有大鱼咬上了一够 于是他们赶紧开船 奔向自己的猎物 男孩眼急手快 一把就把浮飘抄了上来 你看这柱形的泡沫 直接就可以拿来当线盘 小孩就这样一圈一圈地收起一线 然而起初他还笑容满面 可谁知道没过几秒 就换上了一副痛苦面具 收线收的那叫一个呲牙咧嘴 不过手上的活到底不能用牙带上 最后还是靠一双无情铁手 才将将把大鱼制服 你看这条大鱼鱼多肥呀 怎么看怎么洗清 而确定它的品种后 那看着就更洗清了 这居然是一条六七斤的东青斑 你就说这个开门红够不够分量 国内五百块一斤的极品贵甲鱼 现在用一条小鱼鱼就钓上来了 一下就赚了几千块 把一项淡定的小鱼王都乐得 忍不住嘚瑟两下 才解下鱼钩准备下一钓 你看这里的鱼情多好啊 这个钓组才刚抛出去 先前扔出去的另一个浮飘就有了动静 小孩捞过浮飘后又是一阵快速手键 猎日严严把他烤得有点不耐烦 可是看清这一钩的鱼货后 烦躁瞬间一扫而空 你快看着居然又是一条三四斤的东青斑 直接就扔进水仓里 和刚才那条大的作伴 这下不用说又是上千块到手了 这场鱼的小节奏可真是爽歪歪 话不多说 赶紧趁热打铁 第三钓这次没有抛出太远 而大鱼也是很配合 都没用它们动它 就带着浮飘自投螺网了 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 这可怎么办 只好继续拉线 而这次收上来的鱼更是让它大食一惊 这居然是一条浑身泛绿的老鼠斑 虽然看着眼珠是污染的有点严重了 但好在暂时不影响肉质 得趁它还没死赶紧扔进水仓里 作为香港四大鱼王之首 它可比东兴斑还要贵 这样一条虽然小 但也够它们大赚一笔了 这边刚处理完鱼货 那边就又发现了一个抽风的浮飘 这回的线收束的依然很顺利 没费什么劲就拉上来一条白色的大鱼 看清后发现竟然是一条罕见的白色石斑 这种体色一般是由环境刺激导致的变色 乍一看还真挺迷惑人 可惜它今天遇到的事还不会说话 就会钓鱼的小鱼王 注定是逃不过一劫了 小船继续行事 我算看明白了 它们今天主打的就是一个得来全部费功夫 转头又是一个浮飘 在船边玩起了欲擒故作 被小孩直接就捞了上来 这次又会是啥呢 一改先前的顺利 这回的鱼线到石打石有点分量 小孩一看正合我一眼 肯定是条大祸没错了 果然 两分钟后就从水里浮出一个巨大的仰子 可然是条转着圈耍活龙的大石斑 拎上来一看 好嘛这都快时间了 往水舱里一放 瞬间就把逼格又抬高了一个档子 最后这船鱼货也从海鲜市场那里 帮它们换回了6400笔锁 能折合成多少人民币 我们评论区间 关注我 每天带你发现一片新大陆